这绝对是混得最惨的黑道大牢 刚一上场就被老大出卖 在一次聚会上 鲍哥接过阿天送过来的打火机 意外发现底部的追踪设备 下一秒 无数特警包围了现场 被出卖的鲍哥 带着手底下的小鱼两三条准备突围 而阿天舍身护主 准备掩护鲍哥逃跑 却不想被一发手榴弹炸的耳鸣 头部受伤的他 眼睁睁地看着鲍哥坐上了孔雀的车 在自己面前扬长而去 当场被抓获的阿天心中愤怒 这一刻 他心中满是不甘 最终入狱的他喜提三年不动产使用权 更让他愤怒的 是鲍哥带着孔雀过来挖苦他 孔雀说当场抓获只盼三年 算运气好了 这一句话彻底引爆了阿天的愤怒 指责着如果当初 孔雀搭自己一程 那么 这三年自己都不用做 为了安抚阿天 鲍哥在妈祖面前发誓 说自己等他三年后回归 到时 自己的位置 便会交给阿天来做 而这监狱的三年 他也不会亏待对方 鲍哥在监狱里面安排了一个内应阿珊 二人在监狱那堪称杨谷的环境中 产生了惺惺相惜之情 很快 二人就处成了坦诚相见的兄弟关系 三年后 阿天出狱 同时 阿珊也作为他的心腹一起回归社团 有了三年的感情 阿珊已经成为了他的心腹 可是阿天不知道 自己这个好兄弟 真正身份其实是警方安插的卧底 就这样 阿天带着卧底出席鲍哥的退任仪式 所有社团大佬齐居一堂 坐在轮椅上的鲍哥遗憾地说着 自己由于身体原因 打算退出社团老大这个位置 而其他元老 则推举孔雀上尉 这时 鲍哥好像也忘了三年前对阿天的承诺 这让阿天再一次尝到了被背叛的苦楚 愤怒的他立刻压着一个元老 嘲笑着他不敢还手 因为 整个社团 只有自己能压制住敌对帮派的响伟 社团即将内讧 鲍哥左右为难 而阿天为了上尉 决定去解决响伟这个眼中钉肉中刺 至于计划则是软硬兼施 先礼后兵 他带着礼物上门 却被响伟当场来了的下马威 只见他的小弟压着一个人 叫嚣着要利润分成五百万再加一根手指 看着对方故意给自己演的戏 阿天也耐心告情 软得不行就来硬的 走粗暴路线的阿天开始带着小弟 一个一个拔除了响伟的场子 至于另一位竞争者孔雀 此刻却背叛了社团 准备和响伟合作 阿天更加信任自己的好兄弟阿珊 甚至为了帮助他那身患重病的妹妹 主动掏腰包承担了对方的所有医药费 看着好兄弟掏心掏肺地帮自己 阿珊的信念开始动摇 不久后 鲍哥再次约见阿天 就像所有资本家一样 他开始为眼前这个候选人画面 抹去了对方救自己的攻击 说着 自己能在三年前活下来是命中注定 丝毫没有提阿天的救命之恩 等到他带着阿珊离开 鲍哥就打了一个电话 紧接着 阿天二人就被响伟带人围攻 阿珊伸手不凡 以一敌食 而阿天却受到重点关照 被人带到了响伟的地盘上 听着对方侃侃而谈 说着两个国家化身土匪抢阅地盘的事情 阿天可没有好为人徒的习惯 直接打断对方的授渴 最后 阿天在响伟这里留下了两根手指 另一边 逃出升天的阿珊接到了孔雀抛来的橄榄枝 上次得到这一消息后 觉得阿天已经失踪 不如就让阿珊顺势改换现任 这让二人在病房外发生了争执 重感情的阿珊不知道 自己该选择兄弟情谊还是职业信条 最后 在阿珊的强烈要求下 警方调查出了阿天被囚禁的位置 于是他开着货车 在响伟即将开枪杀人灭口时 直接撞了进来 而他之所以敢一人杀上响伟老巢 底气就在这卡车的后备箱中 那是响伟极其溺爱的汉邪宝马 可以说 这匹马就是响伟的命根子 有了这匹马坐保 兄弟二人毫发无伤地乘坐卡车准备离开 可是 愤怒的响伟不会让他们安然无恙地离开 立刻带人围攻 二人打出了真火 偌大的帮派拿不下兄弟二人 也可能是响伟的帮派太炸 竟然没有一把枪 在解决了响伟大部分的人后 接应的人员赶到 却被埋伏在一旁的响伟 对着胸膛连开几枪引恨西北 这让阿珊悲愤欲绝 阿天怒不可乐 直接一枪送响伟下去和兄弟道歉 在对方的手机上 他发现了响伟和孔雀联络的记录 对于孔雀串通外人杀害社团中人的行为 鲍哥决定给阿天一个交代 承诺自己会处理 至于补偿 便是让阿天坐上社团老大的位置 由于孔雀负面消息缠身 这下其他元老也不得不同意让阿天上位 在阿天成功当上社团老大后 容生太上皇的鲍哥却意外发现 阿天的身边有卧底 因为他调查出 被囚禁的地址是警察调出来的 他很疑惑 到底是谁有这么厉害的能力 能够调动警方的势力去调查阿天的位置 他问着阿天的相好 同时也是他得力手下的欢姐 想从对方口中套出一些话 可是对方也明显不知道卧底是谁 只能靠着女人的第六感去猜 首先他就怀疑上了阿天的好兄弟阿珊 直接带枪去逼宫 还当着阿天的面 道出了阿珊警察的身份 兄弟情意在前 阿天让欢姐放下枪 看着对方不执行命令 阿天直接一巴掌呼了上去 这一巴掌直接打碎了女人最脆弱的心理防线 立刻追着搀扶妹妹出去的阿珊 一枪想要解决她 而在阿天的阻止下 那颗子弹却射穿了妹妹的胸膛 看着妹妹死在自己怀中 阿珊悲痛欲绝 她用尽全力掐着欢姐的脖子 拿起把台上的刀就想解决了这个女人 但是 在阿天的阻拦下 阿珊这一刀还是没有刺下去 如今二人生前隔了一条人命 无论如何也无法调解 就在二人剑拔弩张之时 鲍哥被女保镖推着轮椅出来 他告诉阿天 作为社团的老大 一定要以社团的事为先 自己的个人感情要放在后面 如果那只内鬼不抓出来 社团的人心就会不稳 所有人都会睡不着觉 鲍哥给阿天两个选择 让他在欢姐和阿珊之间 选一个人做卧底 面对眼前这个如烫手山芋一般的手枪 阿珊心中很难抉择 而此时 恋爱脑上头的欢姐直接夺下手枪 想要杀了鲍哥永绝后患 却被一旁的女保镖直接制服 丝滑小莲招拆了对方的手枪 最后 靠着锋利的枪壳 直接一招嘎了欢姐 看着爱自己的女人死在怀中 阿天心中很是悲愤 此时 鲍哥却仿佛得到了满意的答复一般 带着人轰轰烈烈的离开 与此同时 警方掌握了鲍哥名下犯罪集团违法的事实 准备展开收网行动 在警方出动的同时 鲍哥准正在和扎财做交易 心事重重的阿珊撕下一块烟纸扔在现场 由于鲍哥决定转移交易地点 阿珊不得已才冒险留下纸条 等到警方赶到现场时 鲍哥已经转移了位置 在酒店内与扎财成功交易后 看着心事重重的阿珊 鲍哥阴险一笑 说着不用等了 警察不会来的 说完还从自己的西装口袋里 拿出了阿珊留下的那张纸条 人证物证据在 阿珊就是警方的卧底 面对好兄弟的背叛 阿珊毫不犹豫地扣下扳机 看着倒地的人 鲍哥很满意 此时 阿珊也回过神来 惊觉自己的左右手 已经在鲍哥的安排下 被他亲手剁去 回过未来的他 看着不再装残疾的鲍哥 知道了这些年 对方一直挺自己 就是在演艺出戏 至于让自己损失两根手指的 那次酒吧围剿 也是鲍哥出卖的消息 至于他阿珊 在鲍哥眼中不过是一枚棋子 随时可以抛弃 就在阿珊和鲍哥剑拔弩张时 一声爆炸直接震晕了鲍哥的女保镖 消失已久的孔雀出现在酒吧二楼 拿着机枪就是一顿扫射 在火力覆盖下 阿珊和孔雀二人联手 很快就把扎猜和鲍哥的手下全部解决 如今只剩下鲍哥一人 看着健健康康的鲍哥 孔雀很是惊讶 夸赞着他的戏眼真好 装得很像 连自己都骗过去了 还直言如果不是阿珊告诉自己 估计他也会成为鲍哥手底下的亡魂 此时 影片就透露出补刀的重要性 被震晕的女保镖苏醒 利用爆炸时产生的碎片直接嘎了孔雀 如今只剩下孤军奋战的阿天 还被对方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殊不知螳螂补偿黄雀在后 晕倒的人 可不止女保镖一个 原来 早就看穿鲍哥计划的阿天 和阿珊一起做局 演戏可不止鲍哥一个人毁 穿着防弹衣的阿珊苏醒 两人联手 把女保镖送下了地狱 现场只剩下鲍哥一人 很快他就被阿珊制服 同时 阿珊利用鲍哥的手机 向警方发送了实时位置 怒发冲冠的阿天 看着在自己面前苦苦哀求的鲍哥 听着对方说警察要到了 想让自己放他一条生路 阿天直接告诉鲍哥一个惊悚的消息 他亲口承认了自己就是警察 这一下 直接吓得鲍哥当场魂飞魄散 而阿天的真实身份 是警方一开始就埋伏在鲍哥身边的卧底 如今 阿天的工作已经完成 鲍哥集团中所有的犯罪信息 都在阿天的手中 等待鲍哥的 将是属于法律的正义制裁 就在他即将攻城身退时 当年那颗手榴弹爆炸留下来的后遗症爆发 阿天突发脑溢血死在现场 而好兄弟阿珊 也没能保住自己的妹妹 兄弟两人 都没有拿到自己最想要的结果 2023年香港最新犯罪电影 《断网》 它来了 作为首部揭露网络金融犯罪的电影 以特效的形式展示了网络犯罪 新奇又不适刺激 让人看得直呼过瘾 同时也引发了大家的思考 现如今人工智能技术发达 若是人工智能与网络病毒相结合 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 这个男人就进行了大胆的尝试 结果导致网络病毒有了自我学习功能 通过计算机庞大的计算量 掌握了各种防火墙的漏洞 也就是说 任何的电脑防护系统 在这个病毒面前形同虚设 只需三秒就能轻松破解 而发明这个可怕病毒的男人 他名叫卓家骏 就职于一家名为天极的网络安全公司 公司受个大银行雇佣 为他们的网络银行建立防火墙 可就在近期 很多银行的系统频频受到黑客攻击 搞得天极公司头疼不已 这天客户万声银行再次遭到袭击 不得已的情况下 只能向天极公司提供登陆权限 公司众人纷纷展开挽救行动 然而他们却不知道 公司主管悄悄给黑客打开了后门 让他进入银行系统洗黑钱 并将安全的资金转移到海外账户 不出三分钟的时间 15亿港币的黑钱就被转移完毕 黑客正准备趁着系统还未恢复 再次进入其中删除记录 然而主管却突然叫停 并让他再转三亿资金 原来主管立于熏星 想来一招瞒天过海 给自己捞上一笔 黑客迫于情势危急 只能开始帮他转移资产 而卓家骏此时赶回公司 立刻进入系统 发现本应封闭的系统 却仍有几个账户在运作 他正想要继续调查 却被黑客发现 并被他利用病毒拦截 看到公司内所有防火墙均无效果 为了防止造成更大损失 卓家骏拿出了自己开发的防火墙 同时有些紧张 新防火墙未经测试 贸然投入恐怕有风险 卓家骏此事顾不了许多 只能冒险一事 谁知果然有效 黑客不清楚新防火墙的漏洞 眼看就要被抓住 幸好主管及时转移了资金 黑客则迅速清除记录 在最后一秒撤离了系统 卓家骏趁机修复系统 主管这下算是有惊无险 他立刻走出办公室 对卓家骏大发雷霆 还要求他将防火墙上交 就在这时 公司的陈总出面 让主管不要生气 同时也安抚了卓家骏 陈总将主管叫到办公室 质问他为何会多转出了三亿 原来陈总也是洗黑钱的同伙 可面对上司的质问 主管一脸的不屑 直接承认了自己黑吃黑 陈总怒不可遏 却也对他无可奈何 毕竟还需要他从中协助 可是主管却不知道 陈总并不是主使 在他的背后还有个大佬 得知主管中宝私囊的事 大佬立刻找到陈总 面对对方的质问 陈总还想帮主管隐瞒 起料大佬居然绑架了陈总弟弟 在家人的威胁下 陈总只能妥协 帮大佬约出主管一家 声称要赔礼道歉 主管没有丝毫察觉危险 反而兴致勃勃地赴约 而大佬的手下早有准备 利用黑客技术入侵主管汽车 控制油门锁死刹车 主管眼睁睁看着汽车失控 最终车毁人亡 一家三口无一幸免 与此同时 警察的孙队也发现 网络攻击的蹊跷 顺藤摸瓜找到主管的账户 就在要实施抓捕时 主管却出了意外 现在线索中断 孙队只能让部下严密监视天级公司 自从主管死后 陈总便找到卓家俊 想提拔他担任新的主管 并且还有八十万的奖金 这正是卓家俊所急需 原来卓家俊的女儿患有心脏病 通过五年的手术治疗 才能通过人工心脏继续生活 可在入学问题上又犯了难 女儿如今性格孤僻 在学校面试中没有通过 卓家俊找到老师求情 得知学校是私立性质 要想进入只能花钱买债权 最低八十万 但卓家俊目前的存款根本不够 向公司申请贷款也未通过 陈总得知此事 便来了个雪中送炭 给卓家俊升职加薪 还赠送了汽车洋房 以及八十万的奖金 当然 陈总做的这一切都是有目的的 就是想让卓家俊替代主管 成为新的替罪羊 卓家俊目前一无所知 还对陈总感恩戴德 他突然看到平板上出现药物的发货证明 想到女儿也在用同款药物 于是好心提醒陈总药物有忌口 随后便离开办公室 有了八十万的奖金 卓家俊顺利给女儿办理入学 并带着家人住进了新房 然而这天晚上 他突然发现 自己的电脑有被入侵的迹象 于是拜托博外的师弟追踪 最终锁定一个账号 可是却有四五家公司同时在用 师弟深入调查 发现这几家公司转账金额不多 但每次都数额巨大 恐怕是洗黑钱的皮包公司 而更可怕的是 这些公司的法人居然都是卓家俊 此时卓家俊才意识到危险 自己恐怕已经成了替罪羊 他立刻找到陈总质问 陈总看他已经发现 索性直接承认 并且拉他入伙 原来卓家俊之前贩卖电脑病毒 曾入狱两年 可是自从他有了女儿后 就决定再也不做错事 陈总让他再仔细想想 就在卓家俊苦苦挣扎时 警察却已经找上门 孙队通过他的海外账户 发现了那八十万的款项 面对孙队的质问 卓家俊不知所措 最终还是招认出了陈总 孙队有些怀疑他胡乱攀咬 卓家俊则解释道 他要是真的洗黑钱 警察根本查不到证据 孙队也只好暂时相信他 卓家俊表示自己可以帮警察 只要找到陈总的犯罪证据 自己也能洗脱嫌疑 但现在还有个问题 警察手中没有陈总的犯罪证据 若要给他定罪 需要两样东西 第一是天极公司所有的网络日志 第二则是陈总的个人电脑信息 网络日志好办 只需要远程操控拷贝即可 但陈总的个人电脑比较难办 卓家俊曾经尝试破解 发现其中有17道不同的防火墙 并且排列顺序不同 必须在20秒内全部破解 否则电脑信息就会自毁 卓家俊思虑再三 仍想不出什么好主意 当他回家时 发现女儿手中的人工智能奥利 这是他专门给女儿开发的 卓家俊灵光一闪 想到可以通过人工智能结合病毒 让病毒自我学习破解防火墙 在师弟的帮助下 卓家俊将两者结合 并通过公司的服务器进行学习 只等测试过后 就能投入使用 然而陈总却不给他这个时间 很快大佬就要进行下一轮的洗钱 这次的金额是20亿 卓家俊假装答应了与陈总合作 并打开了安保系统的后门 黑客趁机入侵 卓家俊则悄悄给孙队打去电话 将公司系统分享给他 孙队趁机复制公司的安全日子 卓家俊看陈总的注意力 集中在洗钱上 便悄悄来到公司机房 将未测试的人工智能病毒载入 结果只用了三秒钟 就将陈总的17道防火墙全数破解 卓家俊立刻通过U盘开始下载信息 此时他注意到 陈总的电脑有访问过暗网的记录 但现在时间紧迫 他也来不及细想 然而卓家俊摆密一书 人工智能病毒突然出现了漏洞 开始不受控制的扩散 并打开了公司电脑系统所有的后门 现在系统处于未保护状态 其他的电脑病毒趁机入侵 现如今不仅是公司系统 就连黑客和孙队的系统也开始紊乱 正在转移中的20亿黑钱也被冻结 现如今情况紧急 陈总只能通知黑客 现在赶到公司当面处理 而卓家俊则联系孙队 想要恢复警队电脑的唯一办法 就是重启 孙队坚决不同意 这样就会失去下载好的安全日志 卓家俊让他不用担心 日志自己这里也有 孙队无奈只能听同建议 卓家俊成功下载好数据 可此时更严重的事情发生了 病毒的侵入导致系统瘫痪 想要完全清除病毒 只有将系统重置 卓家俊设置好正要离开时 同事居然闯了进来 并开始抢夺数据优盘 原来同事竟然也跟陈总狼狈为奸 卓家俊只能甩开同事离开 准备带着证据前往警局 陈总让黑客去机房处理 黑客发现系统正在重置 一番操作下 总算将系统恢复 可黑钱依然在冻结中 并且病毒开始大规模扩散 全香港的网络系统都受到了攻击 想要彻底解决病毒 只有卓家俊才能做到 陈总立刻联系手下 趁机掳走了卓家俊 却没想到他身为一个马农 身手居然也相当不错 在数名手下的追击下 还是顺利逃出升天 卓家俊来到警局 准备将证据交给孙队 然而妻子突然赶到警局 让他不要报警 原来陈总竟然绑架了他女儿 威胁卓家俊来公司清除病毒 卓家俊为了女儿 决定铤而走险 他自己赶回公司处理病毒 让妻子耐心等候 自己会趁机恢复女儿的定位手表 到时候妻子再救出女儿 卓家俊回到公司 随着他一阵操作 病毒开始被逐渐清除 系统后门也在关闭 卓家俊恢复了女儿的定位手表 得知女儿的位置 妻子立刻赶去 并与女杀手纠缠在一起 在母爱的加持下 妻子爆发力量 将女杀手摔倒在地 然而女儿的人工心脏电量 即将耗尽 妻子急忙带着女儿赶往医院 卓家俊这边毫不知情 还在帮助陈总修复系统 很快系统重新运作 黑客正要继续转移黑钱 陈总却突然制止了他 并让黑客将20亿 全部换成加密货币 并转移到自己的海外账户中 原来陈总担心 自己被大佬谢莫杀驴 于是决定黑吃黑大赚一笔 迫于陈总的威胁 黑客只能乖乖照做 看着账户的资金到账 陈总将卓家俊女儿地址交给他 随后便离开公司 与此同时 孙队发现了卓家俊妻子的行踪 立刻派人将其抓回 卓家俊通过新闻得知妻子被抓 自己也在被通缉 他不过安危匆匆赶往医院 只看到即将被推上手术台的女儿 他悲愤交加 是要亲手抓住陈总 警察发现了卓家俊 而他此时还不能被抓 于是利用灭火器逃脱 卓家俊想起陈总曾上过暗网 便拜托失地破解调查 得知陈总居然在暗网 买了两本假护照 以及一把手枪 卓家俊意识到情况不妙 打电话联系孙队 将护照的信息传过去 孙队一方面安抚卓家俊的情绪 另一方面却在安排警员前去抓捕 卓家俊情绪失控 立刻挂断了电话 他为了找到陈总 联系了之前的交易伙伴 通过对伙伴的威胁 成功破解了陈总的手机 并在上面植入木马 锁定了陈总的位置 卓家俊还入侵了最近的监控设想 果然发现陈总的踪迹 没想到他如此心狠手辣 现如今他准备带着弟弟离开香港 卓家俊将监控画面 以及陈总的定位分享给孙队 孙队立刻实施抓捕 却不料陈总如此狡猾 直接扔掉了手机 前往他家的警员也一无所获 陈总早在三周前就卖了房子 现在根本不知道他的去向 卓家俊正在懊恼之时 突然想起那条药物发货短信 于是立即入侵中间医务中心的系统 总算发现陈总的购买记录 收获地址就在美丽都大厦 卓家俊立即通知了孙队 自己也急忙赶去 果不其然 这里的确是陈总的临时住所 等他回家收拾行李时 卓家俊突然从床下杀出 与陈总扭打在一起 慌乱中陈总还想开枪 不料正好打中床上的弟弟 导致他当场死亡 就在陈总愣神之时 卓家俊立刻上前将他锁住 孙队也及时赶到现场 总算将陈总抓捕归案 卓家俊也成功洗脱嫌疑 一家人又和和美美地生活了下去 美女正对着眼前的窝寇搔手弄姿 窝寇一把将美女搂入怀中 正要上下起手时 美女却提出要跟他玩个情趣 只要能接到这颗葡萄 还有更好玩的等着他 可当窝寇吃下葡萄后 却突然吐出一口鲜血 随后倒地身亡 而他的后脑勺插着一把匕首 这便是上海滩神秘游侠 夜宵所为 传闻中夜宵来无影去无踪 专门惩治恶人 寻补房探长贪污成性 正在属前时 就被夜宵扔出窗户摔死 两个汉奸刚刚投靠日本人 晚上坐在一起喝酒吹牛 不料下一秒夜宵出现 两柄飞刀送他们去见了盐骂 这晚黑帮正在火病 龙虎堂占据绝对优势 男人苦苦哀求 希望龙虎堂放过他的孩子 然而却被拒绝 斩草除根是江湖规矩 关键时刻 夜宵的一柄飞刀扔出 立刻吸引了龙虎堂众人的注意力 随着一声令下 众人冲向夜宵 然而他丝毫不惧 身法鬼魅犹如幽灵 在场之人 皆不是他一和之敌 就在这时 龙虎堂二当家冷宇开车撞来 夜宵猛然后退 接着一个转身越过车顶 冷宇开始倒车 却不见了夜宵踪影 他下车查看 夜宵突然从车下袭击 冷宇立刻反击 他的身手也相当不错 竟能跟夜宵打得有来有回 可惜终究还是不敌 被一脚踢飞 冷宇气急败坏 从车里拿出宝剑 随后猛然冲向夜宵 然而没有丝毫作用 反被夜宵夺走宝剑 接着一脚踢翻 手下此时挟持了孩子 试图威胁夜宵 却没想到自己反被一刀刺瞎眼睛 冷宇无力追击 只能眼睁睁看着夜宵 带着孩子离开 夜宵的事迹很快传遍上海滩 普通民众纷纷将其视为英雄 说书人还专门讲述他的英雄事迹 日本人山本非常恼怒 只因夜宵杀的倭寇 正是他的亲弟弟 山本立刻下令 全力追查夜宵下落 此时的寻补房内 新探长也是急得焦头烂额 山本专门将他找来 希望寻补房能全力寻找夜宵 探长一口答应下来 毕竟他的上一任 就是死于夜宵之手 可他们都不知道 大名鼎鼎的游侠夜宵 平常竟然只是个车夫 他名叫家豪 练就一身好功夫 却不因此仗势欺人 恰恰相反 他收养了许多流浪儿童 并努力赚钱养活他们 上次被救的孩子 现在也在他们之中 家豪知道 他一时无法从悲伤中走出 只能拜托刘姨 好好照顾他 到晚上 家豪跟两个好友喝酒吹牛 好友小胖对夜宵赞不绝口 同时也十分欣赏 要是他有夜宵的本事就好了 惹得家豪两人哈哈大笑 好友大和提醒家豪 什么时候跟青梅竹马素雅成亲 家豪见状 只能扯开话题 大和跟小胖正要追问时 素雅已经走了过来 小胖两人急忙献殷勤 都想送素雅回家 就在他们争吵时 素雅已经坐上家豪的车离开了 一晚寂静无比 一个老头准备拉车回家 不料突然被两人拦住去路 他们不由分说 便将老头抓住地牢 原来 这里是日本人的实验基地 专门抓无辜的百姓做虎体实验 山本正是此处的负责人 他责令手下要抓紧抓人做实验 这天晚上龙虎堂几个混混正要回家 不料迎面遇到夜宵 几人被瞬间秒杀 只剩一人被划伤脸颊 探长恰好看到这一幕 立马带人追了上去 他们来到一处染布场 更让人惊讶的是发生了 居然出现了两个夜宵 他们还打了起来 看着探长一脸茫然 为了试探夜宵 他立马开了一枪 两个夜宵都是闻声而逃 次日一早 龙虎堂堂主昆也 召集手下开会 夜宵无故杀了他的手下 这让昆也十分恼火 势必要干掉夜宵 然而 手下秋叶提出不同意见 他担心这是个挑拨离间之计 毕竟夜宵只杀坏人 昆也虽然觉得秋叶言之有理 可他们的手下毕竟也不干净 他派手下严密布控 并让冷宇和秋叶同时带队 试图揪出夜宵 两人带着人马出发 街上的行人看到龙虎堂出马 被吓得纷纷逃窜 冷宇被逼出夜宵 竟然准备随机杀死路人 秋叶上前阻止 然而 还是拗不过冷宇 与此同时 日本人做人体实验的事情 家豪已经有所察觉 他趁日本人扔尸体时 立刻上前逼完 然而 日本人居然直接服毒自杀了 家豪现在找不到证据 正懊恼之时 却发现 医馆中 素雅正在抢救病人 得知是龙虎堂被逼出夜宵 而大开杀戒 家豪愤怒异常 立马换上装备 潜入龙虎堂 不料 时接被团团围住 昆也早已等候多时 他看着家豪身手非凡 顿时起了招揽之心 甚至不惜开出二当家的高位 可惜 家豪根本不在乎这些 昆也也不再废话 冷宇和秋夜 立刻上前与他交手 家豪以一敌二 仍不落下风 起料昆也竟然如此卑鄙 趁三人交战时 偷偷拿出手枪 家豪反应迅速 反手扔出飞刀 可惜 还是被子弹击中左臂 至于昆也 也被飞刀伤到右腿 家豪见势不妙 立刻翻墙逃走 他忍痛躲避追捕 总算趁着夜色逃离险境 昆也大发雷霆 这么多人都拦不住一个夜宵 冷宇被臭骂一顿 只能吩咐秋夜 密切关注上海滩 左臂受伤的人 家豪为了安全 并未前往医院 而是忍着剧痛 自己处理伤口 在这巨大的痛苦中 他仿佛想起了儿时遭遇 家人全被日本人杀害 只剩他孤苦伶仃 因此 他这些年才收养那些孩子 希望能帮助到他们 次日一早 家豪再次出门拉车 不料正好遇到日本人调戏妇女 他仗义出手 打得日本人屁滚尿流 可惜牵动了左臂伤口 这一幕正好被秋夜看在眼中 他上前坐车 然而却故意不说目的地 家豪只能忍着疼痛拉车 秋夜直接切穿他夜宵的身份 然而 家豪仍旧装作不承认 秋夜一跃而起 一掌打在他胸口 家豪终于承受不住而晕倒 等他再次醒来时 已经身处家中 原来是秋夜送他回来 秋夜看到他收养的众多孩子 也明白了夜宵是个好人 他保证自己不会透露家豪的身份 家豪见他良心未泯 便劝他离开龙虎堂 然而秋夜也是身不由己 他幼年时父母双忙 自己差点被迈进妓院 幸好昆夜出手相助 并把他抚养长大 自己怎能不报这恩情 两人意见不同只能分道扬镳 而另一边的山本 得知龙虎堂跟夜宵交过手 便主动找上昆夜 声称要跟他合作 准备拿重金买下龙虎堂的码头 明面上是要做生意 实则要将其改造成地下实验室 不料昆夜直接拒绝 他虽然是个黑社会 却也绝不会出卖自己的国家 昆夜召开帮派会议 询问他们的意见 一名手下提议跟山本合作 结果差点被秋夜干掉 昆夜就是要敲山震虎 让手下知道 跟日本人合作就是这个下场 然而他却不知 山本转头就找了冷宇 他知道冷宇在故意挑拨夜宵和昆夜 准备坐收渔翁之力 山本用这个消息 威胁冷宇跟他合作 冷宇直接掐死高米的手下 转头同意了合作 为了揪出真正的夜宵 他先是找借口支开秋夜 得知素雅跟夜宵有关系 便派人到医馆将他抓住 逼迫夜宵露面 甚至还寻到了家豪的家中 不仅残忍杀害的刘仪 还将孩子全部抓走 送到了山本的实验基地 等家豪赶到家中 只看到倒在血泊中的刘仪 他立马赶到龙虎堂 此时的素雅遭受酷刑 被吊在木架上 很快夜宵来到院内 手下上前围攻 夜宵凭借高强的身手 穿梭于人群中 可他毕竟双旋男敌四手 很快被人从背后偷袭 随着身体伤口越来越多 夜宵的视线逐渐模糊 很快无力倒地 冷宇上前切下面具 没想到 这人居然是大和 大和承认自己就是夜宵 冷宇失望至极 命手下将其干掉 大和就这样倒在血泊中 等家豪和小胖赶到时 大和已是迷留之际 他躺在家豪怀中 声称自己早就知道了家豪身份 这辈子能跟夜宵做好友 是他最大的荣耀 说吧便与世长辞 家豪悲痛不已 而冷宇向昆耶报告 声称夜宵已死 同时说要给昆耶 介绍一笔生意 不料出面的竟然是山本 昆耶立刻明白 是冷宇吃里扒外出卖自己 此时山本身边的汉奸出言嘲讽 却被昆耶一拐杖刺死 山本一声令下 中毒武士上前 昆耶毕竟还未痊愈 很快被夺走拐杖 接着被一拳打到吐血 冷宇此时不再掩饰自己的野心 自己就是要替代他成为新的老大 昆耶只恨自己识人不明 正在怒骂之时 突然被一发子弹送走 开枪的正是山本 冷宇召开会议 声称是一宵杀了昆耶 自己则要接阵堂主之位 秋叶突然出现 怒骂他假人假意 然而龙虎汤多半人马 都已经被冷宇收买 秋叶反被当成叛徒追杀 在好友的帮助下 秋叶才顺利逃脱 冷宇发布命令 在上海滩清除一己 还配合山本四处抓人做实验 素雅也再度被抓 此时的嘉豪和小胖十分焦虑 不知道该如何营救素雅和孩子们 而秋叶及时出现 将现如今的情况都告诉了嘉豪 自己则要出发刺杀冷宇 嘉豪将他的匕首送给秋叶 希望他能成功 就在冷宇和山本喝酒之时 秋叶再度出现 冷宇根本不怕 立马上前与他交战 秋叶虽然满心愤怒 无奈身手不够强悍 被冷宇一脚踢成重伤 然而就在冷宇要回屋时 却突然感到不适 原来山本早就在酒中下毒了 冷宇就这样被暗算 嘉豪将自己调查的资料 写成倡议书 让小胖四处传播 准备用民意对抗山本 而寻补房得知此事 也不得不重视起来 开始帮助宣传 嘉豪则孤身犯险 手持两把匕首杀进日本商社 这里果真有众多武士 嘉豪凭借高强的身手 成功杀住其中 嘉豪顺利发现密道入口 谁知刚进入其中 便有两名杀手袭击 嘉豪以一敌二 选择逐个击破 先是一脚击退男杀手 紧跟着全力以赴 一刀干掉女杀手 男杀手也被他一脚踢下楼梯摔死 嘉豪继续向前 果然看到被捆住的修业 他急忙将其救下 随后找到被关押的素雅和孩子们 以及众多百姓 嘉豪刚放出他们 山本就带人赶到 嘉豪独自迎战 将武士全部干掉 自己却因此消耗大量体力 面对山本是力不从心 嘉豪以伤换伤 拼出自己被山本重伤 一刀扎在山本肩膀 最终两人双双倒地 此时一人从阴影中走出 没想到竟然是冷宇 他早就知道山本下了毒 干脆将计就计 现在正好坐收渔翁之力 冷宇先是一刀干掉山本 就在他要杀掉嘉豪时 小胖突然冲出 用身体锁住冷宇 可惜还是无法干掉他 自己反被冷宇活活打死 嘉豪终于挣扎着起身 直接将冷宇摔倒在地 紧跟着一拳拳发泄着愤怒 将冷宇当场打死 这场上海滩的危机 被他成功化解 从没见过做事如此嚣张的人 竞争对手不愿退出竞标 结果下一秒就被大货车撞的车毁人亡 手下因办事不利 差点被警察抓到把柄 他直接派出杀手用家人威胁 随后将其一枪毙命 还将现场伪装成自杀 这个男人名叫秦汉 身为汉勇集团的董事长 不仅在商业上颇有头脑 更是把人情事故拿捏到了极致 他的形势风格很辣 在于成可谓是说一不二 他还有个弟弟秦勇 除了继承哥哥的狠辣外 做事更是残忍无情 除掉竞争对手和手下的事 都是他的杰作 而面对这样一个社会独留 警察局竟然毫无办法 究其原因 一是秦氏兄弟做事滴水不露 警方几乎找不到任何证据 二是秦汉的背后有人 为了让自己没有后顾之忧 他当然要找保护伞 只见他一个响指 几个身材妖娆的美女下楼 陪着两位大佬喝酒 等狂欢结束 还有精美礼品送上 当然都是钞票 在这样的攻势下 很少有人能抵抗诱惑 副市长和警察副局长纷纷上套 甘愿成为他的保护伞 秦氏兄弟更加肆无忌惮 弟弟秦勇为了证明自己 竟然瞒着哥哥 悄悄做起了面粉生意 还与境外势力达成了合作 而警察为了调查他们的罪证 开始往集团安插卧底 然而其中一人不久便暴露了身份 被手下绑在车上拖行 另一位卧底阿正为了救出同事 也为了获取秦勇的信任 便掏出匕首次下 却刻意避开了要害 秦勇并未注意到这些小动作 反而认为阿正是个人才 于是便把他带在身边培养 可秦汉眼光毒辣 他经常跟警察打交道 直觉告诉他 阿正有问题 然而秦勇却不屑一顾 他对自己的识人之名很有自信 与此同时 渔城警察局空降了一位新局长 表面上是他犯了错误 只能来到渔城养老 实际上上级早就知道汉勇集团不对劲 所以让新局长冷截来主持大局 上级命令冷截 不惜一切代价 一定要将汉勇集团绳之以法 本该上位的副局长冯军十分不满 但在公众面前 两人也只能保持风度 就在新局长冷截被采访时 一道身影却从高楼一跃而下 经调查 此人正是撞死秦勇竞争对手的货车司机 而且他是个多年的瘾君子 就在警察打算对他实行抓捕时 他却跳楼自尽了 事情实在是太蹊跷了 警察开始调查秦勇手下毒贩的死因 根据掌握的情报 他是个左撇子 然而开枪却用的右手 况且车内血迹很少 像在墙上的子弹 更是比车窗位置偏上40公分 因此警察断定 这是一场他杀伪装自杀案 而自杀的货车司机以及毒贩 这两人或多或少 都跟汉勇集团有关系 种种迹象都表明 汉勇集团一定有问题 然而目前这些证据 没有任何指向汉勇集团的 冷截也就无法实施抓捕 于是他把希望寄托在卧底阿正的身上 阿正果然没让他失望 一帮混混来找秦勇算账 阿正当即带着手下动手 双方人马牛打在一起 关键时刻刑警队长赶到 这才制止了双方的冲突 阿正在这场冲突中的表现很亮眼 秦勇对他刮目相看 这边秦汉突然得知 弟弟竟然在做面粉生意 他怒气冲冲地找上门 见面就是叶尔光 原来秦汉做生意虽然不择手段 但他却有两个底线 一是不碰面粉 二是不亲自动手杀人 可是秦勇却一再挑战底线 兄弟二人激烈争吵 也带起了不少的往事 他们自幼父母双亡 只剩兄弟两人相依为命 而留下的钱只够一人读书 他们抽签决定 秦汉准备了两张纸条 谁抽到书字谁就去读书 然而秦勇抽到了空的 机会只能留给秦汉 而弟弟秦勇就从此打工挣钱 攻哥哥上学 并常年混迹于市井中 因此秦勇性格越来越偏激 做事狠辣无情 根本不顾后果 因为自己才让弟弟变得如此偏激 所以这些年拼命的挣钱 就是想让秦勇过得好 不要再去做刀头填写的事 谁知他如此胆大妄为 竟敢去碰面粉生意 可下一秒秦汉就闭嘴了 面对整整一墙壁的美金 饶使他见多失光 也不由地被震惊到 于是只能默认秦勇的行为 很快已经是一月时间 冷截新官上任 却并未见他有任何动作 不知道冷截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秦汉心中十分没底 于是便约见副局长冯军 想趁机打探一下 然而得知秦勇在做面粉生意 冯军大发雷霆 此事一旦东窗事发 会把他们都拖进一坛 没想到秦汉却哈哈大笑 既然冯军照不住 那自然有人能照 说罢副市长便被迎进来 副市长见面就询问冯军 对冷截的调查如何 幸好有上级的安排 冯军得到的消息 就是冷截犯了错误被下放 副市长这才放下心来 况且他也有十足的自信 一个空降的局长 秦汉打了招呼 立马下来几位美女 陪着三人开怀倡议 狂欢过后 副市长带着美女去学外语 而秦汉的秘书则送冯军回家 路上他拿出一份礼盒 嘴上说是给嫂子的补品 冯军打开一看 果然是一打打的钞票 冯军内心五味杂陈 他本来不是这样的 曾经的他也是一个意气风发的警察 然而妻子却突然得了甚爱 秦汉在此时找上了他 不仅给他送上钱财 更是答应为妻子找到甚缘 彻底沦为秦汉的保护伞 在清明这天 冯军带着布下来扫墓 然而路过的一个小伙 却让他十分警惕 此人戴着墨镜压舌帽 明显不想让人知道身份 冯军回到警局 让测写是根据他的描述 准确地画出小伙的相貌 而此人正是警局安插的另一度卧底 名叫沈臣 冯军立刻警觉 将此事告知了秦汉 而平常跟沈臣交好的阿正 也在怀疑之列 这天到了交换情报的日子 阿正坐上出租车 而开车的正是冷洁 阿正将这些天收集到的情报放下 随后便回了甲 过程毫无破绽 秦汉也放松了对他的警惕 阿正为了让秦氏兄弟彻底相信自己 跟冷洁约定设局 把交易的时间地点告诉冷洁 让警察假意行动 阿正则顺利逃脱 此计果真有效 秦勇十分看好阿正的突出能力 开始将阿正视为心腹 不仅带他去面粉工厂 甚至他们与副市长和冯军见面 也让阿正去迎接 阿正将消息传递给冷洁 得知秦氏兄弟背后的保护伞身份 冷洁为了保密 特意从其他市调来警员 组成秘密行动小组 他们通过监控设备 发现秦勇每天深夜都会前往西郊 因为晚上车流量少 所以他们不便跟踪 冷洁猜测 西郊一定有他们的面粉工厂 与此同时 小组还有了意外的发现 就在秦勇派人干掉手下的当天 附近的一家超市意外拍到了凶手 此人正是秦勇的司机老金 而此时的秦勇毫不知情 反而还在计划着新一轮的交易 于是决定在最信任的三人中 找一个去执行任务 很可惜 阿正与沈臣都没有抽到 最终轮到大头执行任务 冷洁这边得知消息 立马派人严密追踪大头 大头根据电话中的指示 来到商场储物柜 取走了一个背包 随后将其丢在门外的垃圾桶 就在这时 一个环卫工人把背包摸了出来 在场的便衣警察立刻请求抓捕 关键时刻冷洁却叫停了行动 只见环卫工人骂骂咧咧 从背包掏出卫生纸 指责年轻人不懂得节约 没错 这一切都是秦勇的试探 幸好冷洁经验丰富 才没有打草惊蛇 接下来就是重头戏 大头趁夜来到小旅馆 这里才是真正的交易场地 得知大头住在三楼 警察通知旅馆老板 让其他客人悄悄撤出 随后安排警力摸向三楼 这边交易完成 大头看到了警察 突然大吼一声 其余匪徒立马警觉 掏出步枪一阵扫射 为首的特警被瞬间放倒 虽然这群匪徒火力很强 但在警察的面前 很快就被拳术击毙 而胆小的大头则被当场抓获 秦家兄弟得知交易失败 立刻察觉大事不妙 秦汉想送弟弟离开渔城 然而秦勇却根本不怕 他怎么也要拼死一搏 随后驱车离开 起料秦汉的秘书突然从后座动手 勒住秦勇的脖子 秦勇集中生智 这是秦汉跟他撕破了脸 他持枪冲向总部 几发扫射解决了一众保镖 随即走进房间 秦勇终于爆发了 原来当年兄弟两人的抽签 被秦汉做了手脚 其实两张纸条全是空的 秦勇洗衣服时发现了秘密 从此在内心埋下一颗种子 只不过念在他们兄弟相依为命 秦勇一直没发作 但现在秦汉已经不顾兄弟情 秦勇也用不着隐藏了 他一枪解决了秦汉 随后一方面安排手下 前往拘留所干掉司机老金 另一方面则要亲手除掉阿正和沈臣 秦勇让沈臣来工厂商议 阿正想阻止沈臣 但电话已经打不通 等阿正悄悄来到工厂外 却发现沈臣已经被吊了起来 阿正一枪打断绳索 另一枪打爆电闸 屋内顿时一片黑暗 阿正持枪杀入 宛如黑夜中的幽灵 不多时就把秦勇的手下全部干掉 而秦勇恼羞成怒 是要将阿正两人干掉 可他连开竖枪 却只能打中自己人 秦勇见情况不对 便要开车逃跑 阿正带着沈臣一路追击 两辆车在马路上急驰 沈臣打开车门射击 秦勇也不断还击 两辆车狠狠地撞在一起 秦勇的车瞬间侧翻 阿正亮枪地下车 将他带了出来 秦勇掏出钢笔还想偷袭 却被阿正拦下 两拳将他打晕 随后警察赶到带走了秦勇 阿正去找沈臣 却见他只剩了一口气 原来在刚才的枪战中 沈臣不慎重担 但为了完成任务 他一直忍到现在 最终倒在了阿正的怀里 另一边的副局长郭军 自知事情败露 便脱下了警服投案自首 最大的保护伞副市长 也被抓捕归案 这场轰轰烈烈的扫黑行动 终于落下帷幕 阿正穿着警服 站在阳光下 为牺牲的沈臣敬礼 向人民英雄致敬 2023年最新悬疑动作片 幽灵狙击手 他来了 由常威邹赵龙主演 电影情节紧张刺激 经过多次反转 让人琢磨不到 接下来的情节 只有看到最后 才明白电影的身影 故事从一次救援行动开始 林森是幽灵突击队的队长 专门承接各种营救行动 队员来自多个国家 这天他们接到新的任务 生物武器专家南希教授 被绑架 落入恐怖分子手中 林森带领小队再次出发 他们凭借强大的战斗力 迅速攻破恐怖分子的外围防线 情急之下 恐怖分子试图关闭所有出口 幸好两名队员及时赶到 用身体抵住铁板 林森趁机向二楼阳台扔去守雷 直接炸翻偷袭的敌人 随后一个滑铲进入房间 他手持两把AK 一番扫射就干掉数名敌人 其余敌人也不是他一盒之敌 被队员们全部扫除 林森破开铁门 南希教授正在此地 林森带领队员冲出房门 队员于为赶来接应 就在他们要离开之时 女队员草莓堂突然发现一个牢笼 里面还关着一个孩子 草莓堂立马上前救援 可当他刚放下孩子时 突然一枪袭来 草莓堂右腿当场被击断 其余队员赶去营救 然而敌人火力猛烈 他们在营救孩子的途中 纷纷中枪倒地 就连最后的林森也被一枪打中 他忍着疼痛将孩子送到于为身边 最终被狙击手一枪抱头 于为忍着悲痛起身 起料一支红外线瞄准器 已经对准了他的眉心 画面戛然而止 原来这些都是小说中的事件 于为其实是一位小说作家 他把十年前的亲身经历写下 却没想到当他敲下这些文字的时候 那恐怖的红外线又出现在他的额头 于为的电话响起 来者正是那个自称幽灵的狙击手 幽灵声称小说写得不够真实 让他最好把真相写出来 然而于为没有丝毫畏惧 反而把现在的情况写下 只是让世人记得他兄弟们的英勇 随着于为按下鼠标 狙击枪的声音响起 警察接到报案很快赶到这里 幸运的是于为还未身亡 凭着强大的意志生存 被紧急送往医院 于为在一阵痛苦中挣扎 当他再次醒来时 发现自己居然被吊在半空中 他支撑不住倒地 映入眼帘的是一双眉腿 此人竟然是他曾经的队友吉娜 于为起身看去 发现曾经的队友都在 尤金依然在射飞镖 小胖和牛排在抢饼干 此时吉娜拿出手机合照 于为惊奇地发现 自己的脸居然变成了林森 或者说他成了林森 他不敢接受事实 瞬间被吓得倒地 他打开柜门 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立刻由杯转洗 还比划起了肌肉 此时突然传来爆炸 草莓糖蓬头垢面走出房间 看来他的实验失败了 随后经理宣布了此次的任务 营救生物武器专家南希教授 于为这才意识到 自己穿越到了行动之前 并且还在林森的身体中 于为想要阻止悲剧的发生 他立马上前阻止经理 他们去了就回不来 然而经理还以为他担心兄弟们 于是好好给他上了一课 先不说这次佣金丰富 就说南希教授本人的价值 堪称第二个剧力夫人 要是真的落在恐怖分子手里 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就算这次没有佣金 经理还是要派人去营救 于为眼看拗不过经理 也只能硬着头皮参加 可是他现在大脑一片空白 根本不知道该如何行动 草莓糖先利用无人机观察敌人位置 其余人则利用消音器干掉敌人 然而于为惊慌失措 没装消音器就对着敌人开枪 暴露了他们的位置 结果下一秒就被敌人开枪团灭 于为再次醒来 发现自己依然在林森身体中 并且周围的一切都再次发生 看来他是陷入了无限循环 很快又到了战场上 在小胖的帮助下 于为装上了消音器 并且提前埋伏在门口 等敌人一露面就将其击杀 这仿佛是开了上帝视角 于为开心地跳起了舞 看得队员们一连懵逼 于为边说边后退 他终于明白这次回来的意义 决定要平安地带着队员回家 不会再让悲剧重演 结果下一秒 于为再次循环 这次他不再惊慌 而是十分开心 就在他沉浸于循环中时 现实中的警察也在调查 根据于为的伤口推测 打伤他的枪灯小说中描写的一模一样 警察也在对面楼上发现了一把狙击枪 此时在循环中 于为提前知道了狙击手位置 让队友们逃过一劫 小胖有些疑惑 于为怎么知道这里有狙击手 结果于为叹了口气 这已经是他第38次循环 敌人在拿他一清二楚 在于为开挂的操作下 队员们有惊无险地通过重重阻碍 跟着敌人的卡车进入老巢 通过下水道潜入房间内 于为主动上去试探 只见他直接大喊 下一秒敌人突然开枪 于为记下敌人位置 突然他看到二楼的敌人首领 于是疯狂地冲向二楼 灵活躲避敌人的追击 结果还是被一发手雷炸的头晕目眩 首领按下按钮 开始记录于为和队员们的样子 准备将这段视频送往全世界 幸好尤金及时开枪将其击杀 于为疯狂地破坏按钮 随后开始大笑 尤金和草莓堂上前置问 因为他刚才的鲁莽 牛排和吉娜牺牲了 于为为了救回两人 直接掏出手枪自杀 只留下一脸震惊的队员 此时在现实中 警察找到了于为的心理医生 询问关于他十年前的遭遇 心理医生本于职业操守 不愿透露病人的情况 可警察也是为了帮助于为 他只好说出实情 自己只知道 于为患上了严重的战后应激障碍 至于十年前所发生的事 他一概不知 警察的调查陷入僵局 于为那边还在继续循环 他通过兵器推演 让大家大概了解敌人的位置 然而行动过程中 还是出现了意外 牛排被敌人按在二楼杀死 为了救回牛排 于为再次选择自杀 他明白要完成任务 就必须先训练自己 首先是枪械 经过多次的循环训练 于为从一个不敢开枪的弱机 成了弹无虚发的高手 但在下一次循环中 于为手枪不小心被击落 只能跟敌人近身搏斗 结果根本不是对手 被狠狠胖揍一顿 还被敌人鄙视 于是他开始训练自己的身手 通过跟牛排的对打 他能轻松压制敌人 并将其活活揍死 然而敌人不讲武德 居然掏出匕首 于为被刺死后 又跟吉娜学习空手夺白任 再跟小胖练习琴拿 经过上百次的循环 于为已经完全适应林森的身体 成了一个格斗高手 他再次来到战场 居然卸下所有的装备 仅凭赤手空拳 就将敌人全部解决 他来到二楼 抢下两把AK 一个帅气的滑柜 将走廊的敌人干掉 他顺势坐在沙发上 敌人上前攻击 他丝毫不慌 借助多次的经验 将他们玩弄于鼓掌之间 随后闯入关押南希教授的房间 干净利落地解决手里 顺利救出南希教授 可当他们走出门外时 再次发现了那个小孩 可怕的回忆涌上心头 于为告诉队友 那是恐怖分子留下的陷阱 然而草莓堂不愿见死不救 还是勇敢地冲上前去 正当他成功放下牢笼时 幽灵狙击手终于出现了 草莓堂的腿被打断 队员们纷纷上前援助 于为正要前去 结果被一发子弹打中 而队员们也被逐一解决 此时于为的耳机传来声音 正是幽灵狙击手 他居然也知道循环的事情 并且嘲笑于为的幼稚 与此同时 现实中的警察找到南希教授 并把他带到于为身边 警察希望南希教授 能说出十年前的真相 可是南希迟迟不愿开口 于为再次从循环中醒来 这次似乎有些不一样 他在被吉纳拉着拍照时 居然吐出一口鲜血 于为急忙拉开衣服 发现了还没愈合的伤口 他明白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这次他极力阻止草莓糖 自己上前营救孩子 然而幽灵狙击手并未放过他 于为命令队员们隐蔽 幽灵狙击手的声音再度响起 他开始嘲讽于为的无能 随后对众人开枪 牛排头部重担死亡 由金颈部重担 吉纳肺部重担 血液倒流死亡 小胖腹部贯穿死亡 于为的精神几乎要崩溃 此时在现实中 警察正跟南希交谈 根据当年的资料 念出众人的死亡原因 唯一不同的就是草莓糖 他的右腿是被炸断的 面对警察的质疑 南希并未开口 这边的于为再次进入循环 他知道这恐怕是最后一次 开始苦口婆心地劝告队友 准确无误地说出 接下来要发生的事 眼看众人都呆住了 于为才缓缓开口 希望队友听他的话 不要再管那个小孩的生死 然而队友还是无法相信 直到他们再次来到牢笼前 队友终于相信了于为所言 却无法放任小孩不管 此时现实中的南希突然开口 面对警察质疑幽灵狙击手的存在 他则亲口承认了下来 于为突然察觉到幽灵狙击手 于是持枪冲入一片草地 虽然他看到了幽灵狙击手 但就是无法打中 现实中的警察情绪激动 他早就怀疑于为是自杀 所谓的幽灵狙击手根本不存在 甚至因此跟南希吵了起来 但于为的病情突然加重 医生近来赶走了两人 原来这所谓的循环 不过是于为在脑中的幻想 他希望自己能拯救队员们 然而却一次次的失败 他虽然处于深度昏迷 可南希和警察的对话 他都能听到 医生告诉南希 于为之所以经历枪击而不死 就是因为他的意志力强大 而这股意志就来源于心理创伤 一旦创伤被解决 那他也就会死去 南希附在于为耳边 说自己会一直帮助他 此时在于为的脑中 他终于找到了幽灵狙击手 而那人的面容 竟然就是他自己 原来所谓的幽灵狙击手 其实是不存在的 当年他们救出南希后 遇到了牢笼中的小孩 草莓糖被炸断右腿 队员也在激烈争论 要不要救小孩 可敌人不给他们这个时间 居然动用了坦克 队员们的车辆被炸毁 他们还是救出了孩子 可惜敌人的火力强大 除了鱼尾外 众人都被俘虏 林森被一枪爆头 小胖腹部重弹 吉娜肺部重弹 牛排头部重弹 牛精警部重弹 而敌人首领面对南希说出真相 小孩其实是他们的童子军 身上绑着炸弹 首领兴奋至极 正对着摄像头宣告胜利 而躲在地洞中的鱼尾终于忍不住 猛然冲向首领 就在他以为自己也要牺牲时 突然一阵枪声传来 原来是经理带着援军赶到 将剩下的敌人解决 鱼尾急忙捡起摄像机 取出内存卡 将其生生咬碎 他致死也要保护队友的声誉 回程的飞机上 只剩下鱼尾和南希 就这样过了十年 十年来鱼尾每天都生活在噩梦中 他写下一篇小说 将队友们塑造成英雄 并且编转出幽灵狙击手 为了让故事更加真实 他选择用一把狙击枪了结自己 并交代了南希帮他善后 此时鱼尾的脑海中 他终于战胜了幽灵狙击手 昔日的队友也赶来 鱼尾终于放下了心结 留下最后一滴眼泪 病房中的他也与世长辞 完成了这十年来的夙愿 与队友同生共死 世人只知道他们是英雄 那些不堪的过往被彻底埋葬 然而鱼尾却不知道 当初的小孩已经摆脱黑暗的过去 成了一个普通人 他们的努力不是毫无作用 他们是真正的英雄 这个老大正在勇持玩耍 顺带逼着眼前的男人黄高利贷 否则就要淹死他 起料下一秒 一伙人突然闯入 老大大惊失色 连忙让小弟一拥而上 然而为首的大的凶猛无比 老大的手下被纷纷撂倒 他本人也被牢牢控制住 就在他要认栽的时候 大的突然接到电话 居然让他放了老大 大的虽然不解 却也只能乖乖听从 不过他还是有所警觉 莫非他的身份暴露了 原来大的名叫秦峰 本是刑警队成员 他所在的一安市 有两大黑帮盛行 其中的无相佛集团更为猖狂 他们绑架杀人抢劫无恶不作 成了一安市的一大毒瘤 本来刑警队长薛辰要亲自去卧底 然而他在一安市多年 身份早就暴露 幸好同学秦峰在此时被调来 作为一张新面孔 卧底的任务就交到他身上 秦峰凭借超强的身手 以及不要命的打法 在一年前顺利混进无相佛集团 谁知两大黑帮发生了火病 另一个老大罗非得到杜老板的支持 财力人力都比无相佛雄厚 无相佛只能逃出一安市 因此抓捕时间被推迟 秦峰暂时跟着无相佛的副手老九 这天两人接到命令 跟罗非手下火病 秦峰勇猛无匹 三拳两脚就干掉罗非手下大将 随后趁机向薛队发去消息 警员直接冲入 本来是收网的好时机 但无相佛和罗非都没露面 秦峰决定放弃原计划 选择继续潜伏 他与老九三人共同逃跑 薛队在后紧追不舍 甚至扑倒了老九 秦峰抓住时机上前 控制住了薛队 随后跟着老九离开 薛队明白 这是秦峰的计划 于是并未下令追击 三人到了安全点 老九就开始怀疑 此次警察来得如此迅速 恐怕是他们内部出了内鬼 第一个怀疑的就是秦峰 在小妹给秦峰处理伤口时 一枪就抵在她的脑袋上 老九逼着秦峰掏出手机 然而秦峰早就删除了通讯路 只留下一些垃圾信息 这反而有些预感迷章 老九暴怒着就要开枪 秦峰来了朝以退为敬 开始跟老九争吵 要不是他挟持警察 他们都得留在那 就在他们争吵时 一个小弟突然跑了回来 声称自己偷了钥匙 打开手铐溜走了 这话说得漏洞百出 警察怎么可能这么容易让他跑出来 老九自然不会相信 于是怀疑的目标就转向小弟 没错 小弟正是薛队故意放出来的 目的就是为了掩护秦峰 次日四人开车出发 起料刚好遇到交警察车 秦峰无奈只能接受检查 就在这时 薛队突然赶来 老九认出这是昨天的警察 秦峰趁机跟薛队打了起来 随后让几人赶快逃跑 三人只能匆匆逃离 做戏做拳套 秦峰和薛队一边打 一边交换情报 得知无相佛虽然回到了宜安 但还未曾路过面 秦峰还需要继续卧底 他感觉到无相佛一定会有大动作 就在这时 一枚燃烧瓶扔来 汽车瞬间爆炸 薛队一时不察被炸晕 而秦峰则被搀扶着离开 原来是大嫂开车接应 与此同时 罗飞得知无相佛归来 心中也是忐忑万分 于是立马找上杜老板 祈求得到资金的支持 毕竟罗飞要是被干掉 下一个恐怕就是杜老板了 这纯王齿寒的道理 杜老板还是懂得 只能答应下来 这边的四人顺利回到临时据点 无相佛早已在此等候 他并未摆出老大的架子 反而跟手下热情拥抱 他就是靠着跟手下的铁关系 才一步步走到今天 老九掏出秦峰的手机 告诉无相佛秦峰恐怕有问题 此时秦峰无比紧张 莫非他就要暴露了 然而无相佛只是微微一笑 将手机还给秦峰 还说他是用人不已 绝对相信秦峰 秦峰这才松一口气 可那个小弟就没那么好运气了 三人刚刚下楼 就见小弟的尸体落下 无相佛如此残忍暴力 不由得让他们心头一惊 这明显是杀鸡儆猴 根据无相佛的命令 由老九和秦峰带队 准备扫除罗飞的所有场子 当晚就开始行动 他们先是来到KTV 大光头正搂着美女纵情享乐 然而下一秒秦峰就冲了进来 跟小弟们打成一团 大光头被吓得瑟瑟发抖 根本不敢反抗 下一个场子在台球厅 这次秦峰并未动手 反而跟老九兴致勃勃地 打起了台球 手下也没让他们失望 很快就控制住了 这里的负责人 一番逼问下 得知罗飞目前的位置 只有城南的肥仔知道 两人根据情报找到肥仔 三下五除二干掉手下 面对生命的威胁 肥仔只能说出 罗飞就在御拳会所 秦峰一拳打晕肥仔 趁机借助他的电话 通知了薛队 薛队立刻带队出发 对御拳会所严密不空 只等吴相佛露面 警队就将这两伙黑帮 势力一网打尽 秦峰率先带人冲进会所 将正在泡澡的罗飞当场抓住 随后打电话给吴相佛 询问如何处置 然而吴相佛竟让他们放了罗飞 秦峰和老九十分不解 却也只能听从 老九一脚踹倒了罗飞 随后带人离开 原来吴相佛十分狡猾 他既然已经对秦峰有所怀疑 那么自然不会轻易露面 他判断周围恐怕已经有了警察 于是干脆先放了罗飞 这样一来直接打乱警方的不空 而薛队一直没等到吴相佛出现 决定不能轻举妄动 只能安排警队撤离 他回到警局 觉得内心一阵烦躁 吴相佛一定对秦峰怀疑 否则怎会轻易放过罗飞 他请求局长让秦峰撤出 然而局长却不同意 若是轻易撤出 那秦峰几年来的心血岂不是白费 不要说别人 就算是秦峰自己都不会答应 薛队无奈只能同意 次日吴相佛给老九打电话 要他们再次追查罗飞的下落 老九被气得不轻 但碍于老大的命令 也只能私下发发牢骚 秦峰开车带着老九 开始在城里四处寻找 路过超市时 秦峰借口下车买水 此地正是他跟薛队秘密见面的地方 两人交换情报 得知吴相佛想寻找罗飞 薛队让他出门后向左看 等秦峰出门后 果然见到了罗飞手下的肥仔 他跟老九立马上前 一前一后堵住了肥仔 在他们的威胁下 肥仔说出了罗飞的藏身体 就在云轩酒店402 秦峰一拳将其打晕 原来肥仔早已被薛队控制 刚才也只是将计就计 在警方看来 罗飞就是调出吴相佛的鱼儿 现在鱼儿已经抛出 就看吴相佛上不上钩了 老九立马打去电话 然而吴相佛却不让他们行动 还声称要谢谢秦峰 这一番操作下来 老九几乎都要崩溃了 吴相佛得知消息 立马向罗飞打去电话 言语之间尽是威胁 罗飞见状就要服软 但吴相佛根本不给他机会 罗飞愤怒至极 当他向楼下看去 恰巧看到吴相佛的女人 于是他恶从胆颠生 竟然下楼挟持了大嫂 离开酒店时 恰巧跟老九两人擦边而过 秦峰发现大嫂被绑架 下车去追时却为时已晚 罗飞给吴相佛打去电话 要求用500万现金赎人 地点就在金拳纺织场 吴相佛大发雷霆 立刻让老九召集手下 准备到金拳纺织场 跟罗飞决议死战 秦峰知道必须给薛队留下线索 但大家的手机都被拿走 现在他无法跟薛队联系 幸好他集中生智 趁着跟老九打牌时 留下JQ两张牌 代表金拳两字 又把口香糖粘在箱子上 薛队在望远镜中看到这一切 等老九带人出发 他们立刻上前搜索 薛队看到两张扑克牌 立马想到金拳纺织场 而那里正是罗飞的老家 得到这个重要讯息 局长猜测吴相佛要跟罗飞谈判 这正是一个一网打尽的好机会 他立刻安排人手 对金拳纺织场严密监控 不料事情再次反转 吴相佛安排手下兵分两路 一队由小妹带领 赶往金拳纺织场与罗飞对峙 而他自己则带着老九和秦峰 坐上了一辆卡车 他的目的地竟然是西郊剧场 原来吴相佛根本没想着救出大嫂 大嫂之所以出现在酒店楼下 都是他主动安排的 在吴相佛看来钱才是最重要的 至于女人根本不值一提 西郊剧场内的钱才是最终目标 吴相佛打开车门 直接揭穿秦峰警察的身份 秦峰还以为他在试探 正要上前套近乎 却没想到吴相佛抄起球棍 将秦峰砸得满头鲜血 随后一枪正中胸口 秦峰摔下卡车 吴相佛此人心狠手辣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等他赶到西郊剧场时 杜老板正跟其他老总在分赃 已经到了最后时刻 吴相佛持枪威胁 在场的大佬都瑟瑟发抖 不仅在场的现金都被拿走 每个人还要额外给吴相佛一千万 至于为首的杜老板 则需要五千万 另一边的薛队迟迟等不到吴相佛 局长只好下令直接进行抓捕 此时的纺织场内 罗飞没有等到吴相佛来赎人 大嫂似乎已经明白了什么 开始不住的冷笑 罗飞上去就是一巴掌 这直接激怒了小妹 她立马上前 跟罗飞打成一团 在混乱中刚救出大嫂 警察就蜂拥而至 他们被当场抓获 至于另一边中枪的秦峰 她大难不死 被路过的好心人就行 随后借了电话打给薛队 告知她吴相佛此时就在西郊剧场 薛队立马带着剩下的人马出发 秦峰则借走了路人的三轮车 很快就赶到西郊剧场 此时吴相佛正要干掉杜老板 看到秦峰居然毫发无伤 立马招呼手下一拥而上 秦峰勇猛无匹 宛如虎如羊群势不可挡 老九抄起大刀砍去 却被秦峰一脚踢飞 手下一拥而上 秦峰也逐渐立解 被小弟牢牢锁住 吴相佛一脸冷笑 秦峰正开束缚打落手枪 抓起吴相佛一顿猛揍 就在他要抓捕吴相佛时 却突然愣住了 没想到吴相佛如此疯狂 竟然在腰上绑着炸弹 他开始威胁警察 要么让他带着钱离开 要么大家一起同归于尽 秦峰劝告他放下武器 说不定还能宽大处理 然而吴相佛执意一条道走到黑 他情绪激动 眼看就要拉着大家一起死 谁知杜老板一脚踢飞了遥控器 警方的狙击手趁机开枪 终于干掉了吴相佛 这场行动完美结束 薛队问起秦峰 怎么他挨了一枪还没死 秦峰掏出薛队送他的项链 正是这个项链救了他一命 两人对视一笑 在法律的审判下 犯罪集团的其余人纷纷得到惩罚 而宜安氏也终于恢复了应有的平静 在这部电影中 樊少皇饰演的秦峰仍然拳拳倒肉 打戏让人直呼过瘾 但剧情上却差强人意 没有走出警匪片的老套路 至于曹云金扮演的吴相佛 并没有展现出作为黑老大的霸气 反而更像是个精神病 总体来说 电影剧情过于平庸 除了樊少皇的打戏值得一看 剩下的只有满满槽点